说起如今娱乐圈中的众多当红艺人,其实有很多都是从小变出道了的小童星,系数一下就有宋祖儿、关小童、吴磊和张艺山等人。 当然这些小童星除了人气高之外,演技也非常的不错,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些代表作,因此还是备受众多网友喜欢的。 当然这些小童星也一直深受娱乐圈中众多前辈的喜欢和看好,经常都会尽力去帮助他们,尤其是在小童星的星座上,也是会大力去帮他宣传一下。 而这一次,吴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,终于带着自己的决心力做《斗魄苍穹》和大家见面。 《斗魄苍穹》作为一部神兽万千书迷喜欢的小说,在网上一直拥有很高的人气,这一次的改变拍摄可以说备受众多粉丝的喜欢。 当然作为这样一部高人气的作品,谁能够成为电视剧的主角,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。 而最后吴磊正式参演了这部电视剧的拍摄,这样一部重要的作品,对于吴磊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 为此他也一直很专心的在拍摄,希望能够更好的城市角色的特点。 而如今《斗魄苍穹》终于和大家见面,为此娱乐圈中何久,宋祖尔等几十位艺人,都一同发生力挺无垒,可以说还是非常少见的。 只见这一次发生力挺无垒的几十位艺人当中,便不妨拥有极高人气的艺人,其中就包括何久,宋祖尔,欧阳娜娜,李倩,杨荣,陈妍希,吴亦凡和尹正等人。 而,无论是何久还是宋祖尔等人,都非常看好这一次,吴磊的表现,纷纷为他打气加油,随着这么多艺人的相机发声力挺。 吴磊的这部电视剧,也获得非常好的传播效果,迅速被众多观众所熟知。 当然这几十位艺人的发声宣传,也已经达到目的,其余的就交给网友了,最后的收视率还是需要网友们的支持。 最后大家会去观看这部电视剧,直去一下吴磊吗? 最后大家会去观看这部电视剧,直到电视剧,直到电视剧的电视剧,直到电视剧,直到电视剧,直到电视剧。 感谢观看